顾医生 您这么忙 我哪敢询问您啊 高医生 我打算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 转诊啊 对 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要是想要医院存档的住院案例的话 家属可以凭身份证号和住院号去病案室复印 但至于转诊那边认不认 我就不知道了 谢谢高医生 其实病例资料阿姨她已经整理好了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要林老师当时详细的手术记录 他们那边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嘛 手术记录 顾位 他正好找你 顾医生 您好 我是林志孝的师哥 少江 我们上次见过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为了林老师 我打算带林老师去国外的癌症诊疗中心就诊 听说您这边是林老师的主导大夫 希望你能提供给我一份林老师详细的手术记录 是病患家属让你来的吗 是我自己要来的 让他们知道 知道 阿姨也支持我在林老师出国治疗 顾医生 不是说我们不信任你的医术 只是我们希望多寻求一份帮助 多一份保险吧 根据规定 病患的情况 我只跟病患家属 还有病患本人沟通 不好意思 我要去查 等一下 归医生 给我提供一份手术记录 应该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吧 你看我来都来了 您就行个方便吧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病人的情况 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落同 请问您是家属吗 现在还不是 但马上就是了 那就请你试的时候再来 既然顾医生不同意 没关系 无非是等阿姨或者笑笑 再来一趟 那时候 你总不能再拒绝了吧 顾尉 患者去不去国外治疗 是由他跟家属决定的 我们只能尊重他们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可喜 医院的规定你是 顾尉 你对这个患 不对 你对这个患者家属 是不是太过于在意了 查房去吧 老林 我得批评你啊 昨天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顾尉是最伤人的力气啊 你说的那些话 就像是刀子 扎到我跟我妈的心了 能不难受吗 还有你林女士 那老林是病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病人呢 是不是 你们两个人啊 明明都是那么爱对方 为对方好 怎么就偏偏就吵起来了呢 就跟两个小孩似的 要我说 还没有小孩懂事呢 所以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 这个家 由我这个小朋友做主了 你 你做主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去国外看件事情呢 都先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商量以后再做决定 好不好 这就对了嘛 那赶紧吃东西 我做的这个粥可熬了好久呢 可不能伤我的心哦 我在老地方等你 师哥 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了 我一会儿还有课呢 怎么 没事就不能找你陪我聊聊天 看你说了 当然可以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高二我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不好好学习 整天拉着我往这儿跑 我可也是翘了课来陪你的 那个时候 那时候太不懂事了 经常麻烦你 晓晓 你以前 不会跟我这么见外的 那个时候 我还真的挺以自我为中心的 而且很幼稚 但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来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 那个时候你是每天都想见我 小小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你是在麻烦我 我是很愿意来见你的 这些年虽然我们联系不太多 但是你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我一直都觉得你没有变 但这次回来 我觉得你变了很多 我变了很多吗 可能这四年我真的没怎么变 直到老林生病以后 我确实变了一些 成熟了 长大了 晓晓 这四年我都没在你身边 其实我当年出国我 师哥 你是个音乐天才 出国去那种顶尖的音乐学府深造 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换做我的话 我也会立刻退学去深造的 不是 我是说 我走之前 没告诉你 我是觉得当时你还小 还要考学 还要考学 所以 但这些年 我挺后悔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没关系的 师哥 你出国又没有义务告诉我 对吗 反而是我应该感谢你呢 因为你的鼓励 我才喜欢上音乐啊 因为你我才考了音乐系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估计 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 前段时间你带我去那个爵士酒吧 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真的 就得完全感谢你啊 师哥 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 再聊下去 我这课又上不成了 我要再敲课的话 可毕业不了了啊 好了 没打算让你真的敲课 我叫你来 其实还是为了林老师去国外的事情 你说林老师她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决定去的话 我就开始把东西准备起来 也好和那边的专家预约见面的时间 师哥 这段时间谢谢你辛苦了 但可能我们还得回去商量一下 暂时给不了你答案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可以吗 嗯 好 我明白了 那你先去上课吧 下课的时候我来接你 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 跟你再说说去国外治病的详细情况 好 到去上课了 去吧 拜拜 拜拜 笑笑 跟我你永远都不用见外的 就像以前一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不好 好 哥 吃饭了吗 还没呢 这连州转一天了 两台大手术 这铁打人也受不了啊 要不去吃饭什么一会儿再回去吧 习惯了 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下语 你说的我都明白了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嗯 好 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 哪怕是医学上的问题 知道了 嗯 上去吧 我走了 师父 你怎么一直还那么老头啊 都把发型给弄乱了 这习惯这么多年不好改了 那我先走了 哦 拜拜 病人的情况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沟通 嗯 哥 不对劲啊 你这个大忙人不在医院也不在家 跟雕塑一样坐在这儿 有情况 有什么烦心事你跟我说说呗 失恋了 好 依我看啊 十有八九就是失恋了 像你这种大龄男青年铁树开花 最容易受到感情的打击 是不是因为那个 林志孝 不会真因为那个林志孝吧 什 什么情况 他那跟跟跟那个小白脸跑了 这个林志孝 他到底有没有眼光啊 那个小白脸除了比你年轻点 哪比你好了 这浮了 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了 哥 一个女人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听我的 我保证让你忘了他一根二筋 一点都不嗨啊 这就是你说的明天要开业的样子 不是 开业之前 叫朋友大家过来一起举一举 没什么问题的 主要今天都是为了你 开个派对开心一下 把所有班道都丢掉 好吗 不行不行 过来 快 那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哥 博士 医生 以后大家有病就找他 又帅又治病 干啥 啥都行 哇哥哥你好帅啊 孤雄怎么不早介绍我们认识呀 要喝一杯吗 稍微吃一点呗 哎哥哥给点面子嘛 来啊 哥哥给点面子嘛 来来来一起一起一起 开业大街送给你的 谢谢 哥哥哥 恭喜啊 三三恭喜 你好啊 顾医生 我先进去了 林志向 林志向 顾医生你有事吗 我们聊一聊 聊什么 关于你父亲的事 到那边吧 你们要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 你怎么知道的 林老师手术之后 恢复得很不错 经过两次化疗 身体也在好转 按理来说 现在应该是继续巩固的时候 如果你们现在 带他去国外治疗的话 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首先 我不排斥另一种选择 那边检查手段很多 最主要的是 有一些试验阶段的靶香药 我觉得很适合林老师的病情 谁跟你说的这些 少江师哥 他还跟我说了很多 这些医疗上面的事情 他一个外号 应该不太清楚吧 他非常清楚 而且给我了很多资料 都是权威的资料 你就这么相信他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他从头到尾都在为我着想 最主要的是 我想问他任何问题 都可以立刻找到 你父亲的治疗 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请你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做出一些很幼稚 很鲁莽的决定 顾医生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为家人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在乱做决定 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父亲的治疗 你可以来询问我这个主治医生 而不是去听一个外行人指手画脚 询问你 顾医生您这么忙 我哪敢询问您啊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告诉我你在忙 三三给我发了这张照片 我看到了 你的确在忙 忙着喝酒消遣呢 你可真是一位好医生呢 喝酒怎么了 医生就不能喝酒啊 我这还开酒吧呢 你是他谁啊 你管这么多 顾湘 是啊 我不是他的谁 我谁也不是 既然顾医生这么忙 以后我们家的事情 就不麻烦你了 还有 我打算带我爸去国外治疗了 师哥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随便你 打扰我 笑笑不是一样 他在哪呢 笑笑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 那顾医生敢这么欺负你 我现在找他算账 他没欺负我 你别找他去算账了 我本来就不是他的谁 没有资格生气活难过 你们好好玩吧 我先走了 笑笑 你干什么啊 哪我被你撒气啊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算库相手上 你手上 你在哪啊 下发照片 那我捅上了 你让我捅上了 你走 我好 这你们写面 你走 你走